先來重整一下程式避免資料太亂 那首先是 這邊我們來試一下一個東西 如果說這個取進來然後做一個判斷 然後做這一串東西 或者 做底下這一串 這樣的話不曉得很可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邊抓進來是ok 他就傳回去看一下 果然還是不行 所以這邊是這樣子不行 所以我們的程式 所以新增課程變成說必須要有兩個程式 然後一個是開啟的時候 開啟的時候是不帶參數 那這邊假設是get 那底下這個另外一個 所以存資料的時候 假設叫做post 然後帶個obz 我們要先暫時把資料 設在這個上面 然後這邊的話呢 他就會去run 新增課程按下去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應該讓這個跑起來的時候這個按鈕變 然後來這邊 我們先把這個按鈕變成 可以設定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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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按一下 按的時候他自己這邊會變灰色所以其實沒有影響 好那就變了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音樂客有好 所以我們如果是新增的話會有一個是進入的 進入的方法還是資料回傳記錄的方法那這邊就是看我們要記錄在哪裡 那我先來做一下 儲存在那個 Google的視算表 這邊來了解一下Google的視算表的操作 好那我們來這邊 我們的 專案這邊 那我們現在的Google視算表來做測試 那標題叫Task 這個名稱叫什麼 下面什麼 沒有什麼影響 那 我們隨便打一些東西 ID 好 打兩行就好 那其實這個在使用的時候 在做這個視算表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的是 我們會使用的是 W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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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一下 看一下 他一定会有一个开始的 比如说 文件的话就是这个 Document App 如果说是 这个是HTML的Service 所以他这个一定会有一个开始的 一串字 那我们看一下开始的字是什么 开始的字是什么 这一串 PurshipX 好 那这个 为什么没有提示呢 没有提示就比较麻烦 应该是可以 但是他没有提示 用他的写法是取得真正的作用方法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Google的试算表 他也有指定码编辑期 那 界面是一样的 那我们 把这个 扣过来看一下 他会不会提示 这个就会有提示 那刚才那个就不会有提示 所以我们来这边做一做的工作区用 应该是 要用哪个呢 我们是用这个OpenBuy ID 这个ID 那这个ID呢 就是 这串ID 那的话呢 他就会 去呼叫 利用这个App 去把这个ID的这个表打开 那打开之后 我们会去 给他一个变数 那个名称 那名称 随便你取 他会取SS 是因为是 取D的S 跟这个Shift的DF 那这个是开启这个 整个的哦 那我们现在 在工作表一嘛 所以我们会去 看一下 取得 这个Shift 但是要怎么取得 看一下 你看这边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有 ID的方式 哪个是名称 但是不是 这是取得名称 应该是这个 Dash 摆面可以由 啊 资料表名称 哪里取得 那我们假设 这个资料表 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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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 那我们把它复制 结果 这样的话 就取得 这个 特表 所以我们一样给他一个变数名称 这个 表就是 课程这个表 那课程这个表呢 如果我们要怎么去取得这个 这个 栏位跟列数呢 好像一样 可以getRange 那getRange 应该是只有取得 所以他可以用 RAW 还有 Color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取得 这一种 是第一 第一 第一列的 第一栏 所以第一列 RAW 那我们就善用一下 Log的方式来测试 看看 好 那補分一下 那 需要授权 授权给自己 授權給自己寫的程式了 因為是我們自己寫的嘛 所以沒有經過驗證 所以要輸入繼續 停取 那他就會說錯了 所以看一下錯在哪裡 再來一次 OBJT 喔 他真的是 然後跟Range Range是取得這個範圍 那範圍底下應該是還有一個東西 範圍的話 是要 什麼東西呢 他取得值 Get ready 讓我們再來試一次 還不行 限制不能改變 我們先 覆覆 出錯 不看這樣的 可以 那在這裡的 時候 Logger Logger Logger是不是等於 他是 連進去串東西 仔細看看 成功了那我們來看一下紀錄 所以他會取出ID 那如果說你要取這個 那就是E2 就是E的第二個 所以你取出第二個 看會不會是Name 我們來看一下 果然是Name 那他有另外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方式 Range的方式 他有好幾種 有一種方式是這種 顯示的Stream A E N O Notation 那這種是可以直接 去指定他的 A1 A1 但是這種方式 對你要大量抓資料的話 會比較不方便 來測試一下這個 抓A1 抓A1 就是F1 他是這樣的方式 那還有一種 就是說你有可能一次 就抓很多筆資料 比如說 那我怎麼知道這裡有基底 這時候 我們來做一下 前面這兩個是必要的 那我們再做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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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記得有的地方有寫到 可以抓他整個的資料量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應該是有的 我們可以抓最後一列 可以知道他最後一列是哪一個 看一下 我們 那我們如果這邊再寫一下 那我們如果這邊再寫一下 含著 三個 他也可以去取得他的 他的 他也可以去取得他的 也可以就是這裏有幾個 那如果說你這邊還有的話 那就會是3了 果然是3 那你就可以利用 getless current getless 去算那但是我印象中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可以取得全部的資料 什麼方式呢我記得在Fireface 這個地方好像寫到這個翻譯 Google App 這裡應該是有寫 你看他資料是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資料是 We are beta Betas 是 去 get getar range 然後 取得 這樣的資料 取得之後你要去把他秀出來呢 這裡有一個 他就會去算他的長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 長度 那他是會用這種 陣列的方式 所以是 比如說 做一個就是 這樣 他是這樣 一別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外面做一個beta的功能 所以他第一個 就已經開始了 那我繼續去輸出 我把它輸出好了 那這個就不用了 然後beta 以及 第幾 肉 第幾列 其實 這是第幾個 那他是怎麼去秀的呢 他可以直接秀 first name 為什麼可以秀 他這邊有零開始 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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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名稱 先抓兩個來看看就好 我們就不要先不要抓這個POST 先抓兩個來看看 那他就會從第1個 第1個這樣讀 第2個這樣讀 然後寫進去LOG裡面 來試試看 所以他會有編號 1編號 你有東西耶 所以這個也是從1開始 不是從0開始 我在指形式 所以他會有 編號沒有 ID name 第1個應該是ID name 2票 我們把這個取消 安心取消 好 所以是從0開始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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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2的失課 編號2的失課 所以這個也是從0開始 所以這個也是從0開始 這個是0 1 0 1 果然沒錯 然後 1個是ID name 第2個是2條5 ID name2條5 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把他列出來 那如果要存進去呢 也 OK喔 我看一下 假設我們現在 我直接使用那個方式 你說我是要存在 A3 設定一個紙 到時候執行完之後他就會把他塞到這個格子去 看一下 果然塞進來的 那就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到時候我們這邊的時候我們就去 開這個資料夾 我們複製過來 我們假設是要從 第二格我們再來做一次 核子數可能要 要抓對 假設我們是從 0 1 2 3 3 3 1 1 3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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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资料12345677种栏位的资料填进来 那怎么填呢 依序来填 所以我们依序填 需要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回应 这个会比较麻烦 所以变成 也还好他就是依序了就是a到1234567 或者是a到g那是从第3列开始填 好那第3列所以 加1嘛 这表示他的下一列 他的下一列的 SHP的beta Frange 然后这是Messor Law 那从第1个开始填 第1个填的是 OBC的 Beta OBC的 那有7 下注我们复制7个 123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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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這裏吧 中間 然後 Poster 然後Poster 然後 把他填進來 我們來測試看看 那我們這個開始了 待會會不會把新的資料填進來 好 現在課程 為什麼不動 哪裡錯了呢 因為有一點就是說 他這邊這樣帶就比較難去除錯 對 因為這邊沒有帶紙 16 我們來試試看 他需要授權 好 那我們授權一下 因為我們要去讀這個Excel表 所以他需要授權 進階一樣繼續 繼續 好 那我們關起來 清真 這樣就有了 因為剛才沒有授權 所以他跑不出來 然後課程編嗎 我們講時候是 編移好了 用音樂療癒 1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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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应该是会交到这边来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加进来 没有加进来 这时候要看一下 错了这边要去做一下 把词给他才对 这边要去做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次 我先填兩個就好 所以他就會填進來 那如果這邊他空的話 他會填undefined 所以到時候這邊還是要處理一下 我們再新增一個看看會不會繼續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呢 用這個試算表來填到時候要找資料 感覺還要再經過處理 不是很好走 所以他會用那個 Firebase 然後我們完成再來看Firebase